身着马甲 身材轻瘦 这位头发花白的中年人 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张忠德 平日里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德书 3月16号 张忠德率领由广东省组派的 内地远港医疗队抵达香港 并在香港亚伯馆社区隔离设施 展开连续20多天的就职工作 在这个亚伯馆的工作 也得到了香港政府和医管局的 特别的支持跟帮助 他给了我们内地的中医团队 所有的人员一种豁免权 可以进洪区里面去进行查房 我们到病房里面进行查房问诊 他们在工作区里面 记录我们所需要的病情和开除的处方 所以我们内地的跟香港的这些人员 配合合作得非常好 他表示经中央远港抗议中医专家组 与香港特区政府香港中医药界进行深入讨论后 形成四项诊疗方案 分别针对居家隔离人士 长者患者及康复后治疗等方面 力求做到让香港市民一懂一行一得 一个是居家隔离的这一部人群如何选用服用中医药 给了一个很详细的和操作性很强的指导方案 另外一个就对于好像亚伯馆这些 以及站脱中心的年纪比较大的老人的这一类患者 另外就是有一些问答这个患者 当他不明白的时候 也告诉他有一个咨询的平台 咨询的机构可以咨询 另外一个就是后期的一些康复的 因为香港目前来看 现在很多新冠肺康复以后 存在有的几大症状 一些后遗症 那么我们也学同香港的业界 香港政府制定了这个方案出来 就达到我们跟香港业界共成达成的共识 一懂一行一得 这三个亿 张忠德表示 如今亚伯馆方舱医院里的 中医药治疗量大幅提升 效果显著 中医药在治疗轻型 普通型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的疗效 得到了普遍认可 在香港也好 在内地也好 中医中药在治疗新冠肺炎 这个病在亲近跟普通型早期的时候 和无症状感染者 它的疗效非常显现 你看世界卫生组织也发表了公告 是不是 也应可了评估结论 也应可了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的轻型跟普通型方面 有它很好的疗效 从武汉雷神山医院到香港压博馆方舱医院 张忠德一路走来风尘仆仆 不曾有余 他坦言 19年前自己也曾是非典行性肺炎患者 而正是中医药让他愈后恢复如初 他深知患者的痛楚 也希望借由香港这个窗口将中医药治疗方案推向世界 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 我们看到有很多碰到会很多的传疑病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古人 运用他们的智慧和临床经验 总结了很好的一套理论体系 你看这二十多年来 从非典到后来的清流感 到甲流 到后来广东要四年的登革日 我在救治过程中既是患者 也是医生 所以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传染病的了解 有一定的了解 希望我们今后 疫情过后加强这种合作交流 加强这种融合 更加利用香港这个特殊的国制大部罪 为我们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走向世界 发挥香港的优势